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豆豆小师弟 欢迎收看我的探索新世界第142期 小伙伴们 上一期咱们已经把这个可以自动升降座位的抓捕小吃给制作出来了 咱们先来把开关关闭 再把开关打开 这个液压壁就会把座位降下来了 那好那好 咱们现在就把它敲成机械胶囊了 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通过传送舱去烈焰心打黑龙了 哦不行哦 这一辆新的抓捕小吃咱们只有一辆哦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用这个万物刷机械胶囊多刷一些出来吧 好嘞已经刷了好几辆了 现在咱们就通过传送舱去到烈焰心打黑龙了 前面就是黑龙的巢穴了 咱们现在飞上去 然后找到那颗龙蛋 我之前打败了第一条黑龙以后 龙蛋我是没有收走的 还是放在这里的 现在直接用熔岩号角把黑龙给唤醒了 哦吼 这老铁已经出现了 咱们飞高一点 看他出现在哪里 呵呵 已经发现目标 现在咱们手上拿出小吃吃 然后慢慢的靠近他 抓准时机 现在是好机会赶紧放出小吃 哎呀 毫无悬念 我这该死的实力啊 第一把就抓住他了 先给他两件 试一下是不是真的不能活动了 啊不错不错 果然跑不了了 咱们先来坐上这个副驾驶位吧 试一下不升起座位能不能打中他 好像好像不行哦 那没办法 还是得下来把夜压币给伸上去 关闭开关 再打开开关 让夜压币把座位伸上去 啊什么情况 怎么飞上来就直接挂掉了 看来就算这黑龙没有攻击力 一靠近他 他身上有火焰 也会被烧死的 好嘞 现在咱们已经坐在这副驾驶位上了 直接拿出能量剑 砍他 哎哎哎 什么情况 座位好像毁掉了 而且人也挂掉了 尴尬尴尬 那我估计是吃着吃鸡的还不太合理 这个夜压币和座位离他太近了吧 好像我们刚刚坐在上面是没什么事的 但是只要我们发动攻击 他身上的火焰 好像就可以把座位给烧掉下来了 不过这个夜压币没有被毁掉 咱们倒是可以站到这上面来 嘿嘿嘿 好像这样更方便耶 站在这上面 用能量剑也是可以打中他的 不过我一换成被视角 这个能量剑好像就挥不动了 打不中他耶 那咱们还是换回主视角 继续开打咯 嘿嘿 靠着抓捕小吃 这样打boss果然够轻松啊 哈哈 那我就快刀斩乱嘛 加速一下 尽快的把他给干掉 按照他的血量 我估计二三十刀就能把他给砍完了 OK解决 挂掉了 还喊什么火焰永不熄灭呀 这抓捕小吃还算可以吧 就是座位没了 不过也把他带回去吧 现在咱们就通过传送舱 回去米拉星了 继续收集材料来打第三条黑龙了 再到箱子里面拿上一些硫磺金砂 再到养牛场这边 拿上一组皮革 再把它们制作成一叠皮革 一叠皮革刚好是需要一组软皮革哦 再来到这岸边 采集上一些灰色龙石栏 这些都是制作结晶的重要材料 有了结晶咱们才能制作号角 最后总算是可以制作出混乱结晶了 宝石结晶咱们也已经制作好了 现在就可以制作混乱号角了 呃有了这号角 其实咱们是可以去召唤混乱黑龙了 但是我怕以后还有可能会召唤黑龙 所以咱们再多刷几个号角出来吧 东西都准备齐全了 那咱们就前往恋恋星去打黑龙了 其实这一次去也不是说特意去打黑龙的 只是要测试一下抓捕小车的抓捕效果而已 好嘞 咱们已经来到黑龙的巢穴了 要先来找到巢穴这里面这一颗龙蛋 然后咱们拿出混乱号角 朝着这个紫色的龙蛋点击下去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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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混乱黑龙的老铁 马上就被咱们给召唤出来了 不过它是飞在天上的 飞的也比较高 不知道咱们这个抓捕小车 放在地面上能不能把它抓住 诶 它现在低空飞行赶紧放出来 哦 这么神奇的 直接被吸上去了 立马被抓住了呀 那咱们飞上来 慢慢的虐它了 先用脉冲弓试一下 看它还会不会攻击我们 哎呦 哎呦 这家伙好像就真的放不出技能来了 哦 对了 咱们这个抓捕小车又是重新修改过的哦 现在打开开关 可以把副驾驶身上去打黑龙的哦 问了个去 什么情况啊 不是说好不会发动攻击的吗 难道是我打开开关出现了什么问题吗 没搞懂没搞懂啊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这又是什么情况吗